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信心不脱 信念长存 让我加热 心内作轻件 价管多少心算 以我姓雪 我想想清楚 如果你接受不了我这么自私的人 你算不定我自己会处置 如果要你的感情和事业作出选择的话 你一定想到不用想就会选择事业 因为感情只不过是你事业上的代替品 你先喝一杯 阿彪, 你来就好了 这个人很沉悶 又不告诉我什么事又不肯让人走 你不是兄弟, 要你出去聊天 你一定有事, 你不肯說 我说有了老闆, 還沒時間 又是这句 阿彪, 你先看着我去廁所 阿彪, 你不是要去廁所吗 阿彪, 你不是要去廁所吗 阿彪在那边等着你 阿彪在那边等着你 阿彪去不了 老闆弱了, 你說謊 走吧 幹甚麼 我去車馬桶 阿彪 我真的不明白 阿彪 永遠是一个这么好的女孩 你还在有偶遗些什么 有些人騙不了自己 有偶遗就是有问题 我不知道你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但我肯定 你在找藉口给你自己看 开展一段感情是不容易的 尤其是对方肯为你付出那么多 你错过了一定会负 你究竟想到没有? 你说呢? 你这么大个人 说个事做个事都要负责任 一时冲动 但给个人这么大的希望 你应该知道 希望越大, 伤害越大 我知道, 我真是一个好女孩 我知道怎么做, 放心 还不下车? 谢谢 快走, 你的小伙子 我怕你转头不知道有什么藉口 那就正好是天宇了 放心吧 走吧 走吧 天宇, 我现在在湾仔 你马上过来 你有事吗? 我不是 是 你知道的, 我不惯打人的 就这样吧 好, 再见 请问是岑令恩小姐吗? 是 香港有位叶先生打电话找你 电话在里面 谢谢 谢谢 阿T 阿欣 我还在做重要的事 不如你先吃东西, 我去找你 那好吧, 我去酒店等你 再见 好, 再见 怎么了, 有事了 走, 去喝喝 好 公事留下, 明天再做 阿鳳先生, 我明天找你 我先送你回家 乖 乖, 去跳舞吧 是, 走吧 走吧 上车 喂 是我啊 我还不肯打开 不过很快可以赶到你了 我买葡萄酒给你试 好吃的 是啊 你叫你的香菇等我 拜拜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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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阿天啊 尹小姐 麻煩你給我聽 她有重要的事在聊天 可以說下叫她回覆你嗎 那就留下她了, 麻煩 不用 幹甚麼 Sabina 是 為甚麼不直接給我聽 我怕你不用讓她知道 不用 她知道我的人是怎樣的 正好就留下, 不正好就行人 我不會勉強人 也不會勉強自己 小弟 小弟, 做事不要懶惰 拿手袋, 少爺 小姐, 我是碼頭 我來出來跟你說 郭兄娘有些事要宜我們 做人不要死牙都變頸 互惠互利互利互…沒問題 不是,不用這麼有原則 現在不是說這些事的時候 你答應過我說告滿,你搞甚麼 你… 你… 出來 出來 你瘋了嗎? 你醒了嗎? 非天爺也好,人慰也好 你怎麼決定,我勉強不了你 我拜託你,對永英公平一點 爽爽發威讓我決定別人好不好 既然會清醒我 我不會不認識你 我不會說不定 你會不會是你 我不會是你的 這是誰 我知道 有的 照片 我會叫牙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姐 你叫她香斌 谢谢 对不起 不要紧, 你几点才来 我不会来了, 你不要这样等我 我想得很清楚 就算我说到你 只要你对你将来商量更加重 相信大家的理智就这样算了 你记得你和我说过什么 我扮了它 不要记住了, 对不起 添 我说话乱你心, 看此生 它可跟你世事背叹 我无言外等, 也没为何 不愿我继续留下 我便留下 你说一句 我便停留 让爱声话 总 为你牵挂 我便停留下 我便停留下 你吃什么 我不用想要有爹地 那我少煮你一份 谢谢爹地 一会儿陪爹地去打 golf 老婆, 整天躲在办公室 一点运动都没有怎么办 你也知道我没什么兴趣的 当是陪爹地 爹地怎么会没人陪 立刻有了 霍先生, 早安 早安 这么早 霍先生, 你是不是更早 霍先生的精神不怕你 我的病话在后生日 怎样都吸不上 回家睡觉 我现在和女儿一起吃东西 我最重视我的家庭日 我最恨人家这个时候 你骚扰我 霍先生, 但我们昨晚约住了 你去看看你的耳朵 对不起, 不在意 天文, 等一会儿 Danny, 对不起 我今天有事, 我不陪你了 我想阿添请我 怎麼樣?你在哪里 我想跟你聊两个人 不要招惹你很多时间 什么事 今早早我看到阿欣 已经从澳门回来 我觉得有点意外 那就没事了 阿欣是一个 不懂得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我去找阿添伯和你爹来 整理整理的事 就是这么简单 你两个人出现什么问题 我不想知道这么多 但我会担心你 她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会不会有事 现在不是小学生去旅行 落大意 很失望不得去 睡完一觉就没事这么简单 作为一个女人 如果在感情问题上 得不到清晰的方向 很难会落军 如果一家等于二人不简单的话 那就是 你有你自己的苦衷 你当我找藉口 那你对着我 又没有这些需要 我想我明白 我相信阿欣会没事 你真的明白 一直以来 我看你对人处事 你一个怎么说呢 背得起, 撑得起的人 看什么我不太明白 我不知道我没有理解错 但我觉得 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所以虽然我不知道 你和阿欣发生什么事 但我觉得 怎么也好 你一定不会要他受太大的伤害 你是不是这么了解我 我不知道, 你说呢 谢谢 Helen, 忍 你今早做了一整天的事 你洗得停手了没有? 洗完这件就行了 我今早还见过 是吗?他有什么话说 我想你最关心的是 他有没有提起你 他没什么话说 但我看得出他多关心你 我们没可能的了 你真的这么放得下? 不如我说事 那如果真的可以让你说事呢 那坦白说 怎会说放得下就放得下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其实是我这样看的 他是一个真的尊重你 对你认真、负责任的人 所以才不随便跟你开展关系 你自己用另一个角度来看 可能会令自己舒服一点 谢谢你 今天不单止你一个告诉我多谢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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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早安 早安, 永英 早安 今天心情好好的 你呢? 不要 不要 跟天下分手 原来那天真是不好日子 那天? 不要这么容易放弃 我说真的, 答应我 你怎么搞的 你把六晚一声不出 和阿彪走了 霍先生打我 我就是不怯你 你为什么要随传随素 幸好是赶上去 不然就算是一宗大生意 阿彪 阿彪, 有禮房开戶 他说霍景良有宗大生意欺我们 是和霍景良在一起 重建西環那几个救护 我们帮他收护? 他那种做事作风我真不敢恭维 我想不是这么适合 你明天先说 收护方面当然不是力天做 是我自己的公司做的 但是重建方面的利润 是说了一千万 那力天没理由不接 这么厉害? 现在公司做的都是小事 这是很好的机会 是 条件方面不正确 大彪, 你在担心什么? Tim说得对 做生意要小心 就算对手不是霍景良也要 最重要的是那盘帳 正面是我们的事, 是不是? 对 既然大家没有意义 那拼取吧 好了 公司成功了 我很想开支香檳庆祝下 我们好像有, 让我去拿 一起去 你终于去到门了 没有 先走了, 再见 再见 我们也散了吗? 有什么事要做吗? 我回家了 阿淼不是上路 那散吧, 我旅选了一天 阿强, 我车来吧 好, 再见 再见 我车 喂? 是 好…好, 再见 抱歉, 我有重要的事要做 不要緊, 我自己搭车就行了 我跟你自己的事 不用了, 我搭秘帖 你是拿车就行了 先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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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你呢? 阿淼有事走了 我车来 阿强呢? 阿强呢? 他说要买些人回家住 阿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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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瓜 雖然我不明白男人的心理 但是女人的心理, 我很清楚 付出了一段感情 怎會說收就收? 不可能 所以你千萬不要放棄 只要你不放棄 就會有希望 你和Tina 真是兩種不同的女人 女人就是女人 感情会是你最弱的一項 謝謝你, 永恩 我知道怎么做 你不要怪我多事就行了 阿强, 你知道嗎? 你的優點和事也是你的缺點 你們太關心朋友忽略了自己 我問你, 你開心嗎? 開心 有希望所以就開心 好嗎? 幹什麼? 老闆, 你也看到了 不然我不想做 你這輛車是不爐車箱 那輛波箱也不行 那輛車子也不行 那輛車子也不行 那輛車子的錢 就教你買另一輛吧 跟我過來吧 介紹一下想的東西給你 下地不夠一年 那輛車主趕著移民 帶人不走才肯賤賣 老闆, 你新港頸漂亮 還沒理由駕著前套 怎麼考慮 打給誰? 打給人家的張先生 可能我們會遲一點 這個飯局我替你解釋了 不過桌子照簿, 我替你解釋 什麼? 什麼? 我已經替你解釋了 這個星期所有的職業 你看看你的項目都陷了 需要嗎? 這是工作, 當然需要 不, 不是你失戀 對吧? 你可以有很多方法替自己 但你選擇半面工作 會不會太笨了 你應該轉右 有 繞個大圈 都說女人多厲害都是假的 那你感情都是一用不瀟灑 你又想說什麼? 你還怪mikol是嗎? 我想我沒必要回答你 似乎你繞個圈也挺有價值 mikol 那你冷靜一下嗎? 那你問到誰嗎? 親自prit 來吧 我們來吧 你回答我 我去買把煙了 如果有什麼事, 追我吧 要不需要幫忙? 不用, 我自己弄得好 你不是曾經說過 車是要來代步, 不需要這麼花巧 我記得你說過人購衣裝 車也是包裝之一種 追求花巧也是進步的一種 我希望你不是因為我而買這輛車 如果我告訴你, 那我真的對你很失望 還覺得你很幼稚 你對我什麼不願意 只有我彎者的車來說 我不想倆關係走完 你一天都不說我們的問題 一天都解決不了 好, 我改 我是誤會了你和阿忠 但你覺得自己一點問題也沒有? 我曾經以為我們不會就這樣就算 不過幸好今晚讓我遇到你 對, 我覺得我們分成對 你沒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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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學了, 別玩了 許先生, 這麼晚了 幹嘛?看看我們有沒有時間 說過趕工起貨給你一定做得到 謝謝 別這麼說, 新鏡子剛剛到了 你上得來就對了, 我們安裝它 來…過來 好, 來 師父, 不用安裝了 你們可以走, 暫時不需要上來開工 許先生, 會不會是我們有甚麼問題 你儘管說 不關你們的事 我以後會通知你們收回美術的 那好吧, 收工 謝謝 謝謝 阿飄, 這輛車 這輛車剛剛不再屬於我了 你這輛車搶了幾天 我還是覺得這輛車不太適合我駕駛 不像你 你決定了的事, 沒理由不快轉彎 人總會有錯 知道是錯, 就要更快改適合它 好, 上去開工 這裡還有一戶麻煩油 又不是為錢, 不知道想耍甚麼 首先給我搞定它 包在我身上 你別以為這麼簡單 那人到處唱, 說我找人教他 我教他 霍先生… 這條紙巾我以前也用過 除非他瘋了, 人家無妨也去探紙巾 我不管你怎麼搞, 總之搞得好看 Helen, 我煮宵夜, 餐蛋麵, 不行 當然Sandy回來叫我肚子餓 你這麼晚還要工作? 先吃點東西吧 不用了, 謝謝 那好吧, 不妨礙你 好 對了, Yana 你知不知道Tim最近在做了甚麼 他應該在幫博士搞收樓的事 做甚麼? 我在公司那裡聽到一宗案件 有人想告榮興有限公司的負責人 那不就是Tim?為何會這樣? 好像說榮興把他家旁邊的空置單位 租給飛仔和導遊 把他出入很不方便 晚上還開了喇叭吵著他 還找人把石屎倒進去他的市渠 真是挺過分的 Tim…你覺得呢? 有沒有證據證明真的Tim做的? 我不是很清楚 但如果你看到Tim的話 如果需要人家幫忙 你叫他隨時找我吧 謝謝你 你煮麵包進來這裡, 很痛 我馬上跟你去住一下 謝謝 你現在當人家是一死嗎? 你說話小心點 你是律師, 專門分析的專業 這麼勤勞, 看完這些事 關不關阿天被人告示嗎? 有空就看看 有需要的, 希望可以幫到他 這麼緊張? 你知道我這個人的, 張勤保住嘛 我先出正面 是不是真的有空? 幫我看看我的案子 不要只看阿天那個 我來找你 你… 大人 你好 蕭先生, 要甚麼? 我來找你, 謝謝 好 找到這樣, 甚麼事? 我想問你 收舊樓的事是不是出了問題? 你知道 Helen告訴我 你以為我做的 那個人也挺厲害的 聽說她是大學教授讀這麼多書 應該不會是讀視頻的 那你打算怎麼樣? 做自己的事 他要告我, 我可以告他 如果有證據的話, 要警察來抓我 但是… 不用擔心的, 我沒做過, 沒事的 你不相信我嗎? 不是, 你說我沒做過, 我一定相信 那我有甚麼可以幫你忙? 有她的話, 我一定會開口 不等你談, 我有事趕快走 再見 再見 Kern 是 阿彪呢? 去廁所 是甚麼? 政府規劃署寄給阿彪的 榮欣, 回來了 是 不好意思, 阿彪 不小心看到 不要緊 我打算告訴你, 給你意見 反對 甚麼事? 政府規劃署叫阿彪去見工 為甚麼?那公司怎麼樣? 我還在考慮, 而且你一定未必請我 如果你沒有意見, 我一定會反對 對了, 剛才看到阿卓, 他怎麼說 是阿彪說了阿卓的事給我聽 怎麼樣? 阿彪說不關他的事, 我想一場誤會 你還相信阿Tim? 他沒有必要騙我們 是呀, 我下午想告假 幹甚麼? 我想見那個業主 阿Tim已經搞定了, 你讓他自己搞吧 但那個大學教授, 我想他是斯文人 應該是可以談的 阿Tim也談不成, 你怎麼會談? 阿彪說不成, 我想嘗嘗 那個人不知道是甚麼人, 我陪你去 不要, 你要回銀行告假 阿強, 讓我陪永恩 應該在這裡了 好, 陪你 謝謝 以前旁邊的妹妹都像你們那麼好心 不過他們現在搬走了 沒人陪阿婆了 你在這裡住嗎?婆婆 是呀, 你們來找人嗎? 是呀 這裡的人都搬走了 只有我和兒子住, 隨便坐 婆婆, 其實我們上來 是想找楊先生和他商量一下 有關收樓的事 你們早點來就見到他了 他剛剛吃完飯, 回了學校 那婆婆,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究竟你有甚麼問題呢? 或許我們可以幫到你呢? 婆婆, 你沒事吧? 我收拾杯水給你 不好意思 婆婆, 其實如果你想在大學附近 一個單位應該不困難 我們公司可以幫到你 是就好 是嗎? 甚麼事? 我看到你 你搞什麼都好, 你不能搞我媽 我沒有搞你媽, 聽不懂嗎? 聽不懂嗎? 走 阿欣, 報警 你們很晚, 我要過你們 你們等到這裡私訊 我…快點去, 快點去 阿天, 你沒事吧? 沒事 對不起, 剛才我們… 甚麼? 阿欣, 剛才你上去那兒有家嗎? 你們在幹甚麼? 可是那婆婆答應了我們 叫兒子搬走的 你才替她瘋了 你那個黃應恩也沒意思的 你知不知道 剛才那個人有妄想症 你只是說過這兒 你看, 在那兒 跟她臨界 你會做的 我們看好了 你才會做的 我再後來 就讓她重新 我們拍完 幾次 你會做的 不是照光 但不會被人 与你 是 你會做的 Po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phobia 我是虐伟小姐的 我是虐伯 我是虐伯 我想生日光 是虐伟小姐的 我虐伯 我虐伯 他自己扭 Beyonce 我虐伯 慧人, 跳舞 不要 怎麼樣? 婆婆, 你的兒子醒來了 我的兒子沒事了? 他的腳斷了, 我們現在送他去骨科 你們可以上去看看 謝謝 婆婆, 我幫你上去 好 平一, 我稍後送你 你幹甚麼?我知道, 你一定誤會我 你說, 你是杜瓣的警察, 騙不到我 我說的是事實 我走的時候, 他的確很冷靜 你上去找他, 你根本想要脅他 你別胡說 那個楊先生已經簽了你的同意書 他昨晚已經簽了 為甚麼不肯聽永恩的電話 你一輩子都是這樣, 這麼一意孤行 拿著他 拿著他 這份文件, 差點要用一條任命才能換回來 就算讓你賺了很多錢又怎麼樣 你會比好嗎 老爸, 老爸, 老爸 老爸, 老爸 不是呀, 我都說不是, 別問了 爸媽, 我回來了 那你試試看 站住 你哥哥跟你說話, 你聽不見嗎 你配上我哥哥嗎 你說甚麼 阿娟, 你大哥心情不好 你別替他頂嘴 阿娟, 如果我累, 先洗澡吧 阿娟, 阿娟多厲害, 拿全場最佳演藝獎 我們馬上輸給他慶祝 是呀… 甚麼事 他拿甚麼獎 我會替畢業同學做模特兒 拿全場最佳演藝獎 如果你是生性的 就應該別人替你做模特兒 你拿的應該是設計大獎 不應該是這個甚麼演藝獎 你以為自己很麻煩嗎 你不醉, 我就別看了 你害怕別人 我像阿娟, 我很可怕 你會這樣 你會這樣 然後你不要再試一次 你對他一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又要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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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看你 不在意, 終於 Alex, 我帶了一位朋友來探望你 他叫業榮天 這位Alex, 我喜歡他的同學 他做甚麼? 簡單來說, 他是一個植物人 十幾年前 應該是他十四歲那年開始在飯店 一直到現在? 從十四歲開始就在這間床上長大 你想想不到? 知不知道為甚麼他弄成這樣? 是我連累他這樣 那時候我們也是十四歲, 一起讀中學 那時候我很好勝, 總是要贏人 有一次我們跑步比賽 我和Alex也有份參加 只不過是練習, 但我也要贏他 Alex跑得很好, 那時候我看著他 我跟自己說, 雖然他是一個男生 但我也要贏他 我為了要贏他, 把他放在那裡 他跌倒了, 頭落地先 他一下子的聲音真的很大 大得好像打到我的心裡 到現在我還記得, 結果就是這樣 我在急著身外面的時候 我一直在這裡站不住 我希望這個人不要死 不過聽你說完之後我會想 如果我是你, 我寧願你和我死了 你會比很多好 不知道, 我以前也是這樣想的 我很生我媽媽和爸爸 為甚麼他們這麼富有 請這麼多名醫 用最好最先進的醫療器材 因為維持著Alex的生命 Alex的家人可以用軟恨 來減少他們的痛苦 但我依然要對著Alex 他告訴我 我永遠不可以當這件事沒有發生過 不過近幾年來, 我好像過度了 正確來說 我已經當了Alex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日子也是這樣過的 太陽下山, 將來也會升起的 我開始明白, 為甚麼你現在會有這種性格 你怕你主動爭取的時候會傷害到人 所以你做事寧願不求有功, 但求無功 你一開始已經跟自己說你不行 但是你已經幫我改變了很多 我這種人不害人已經偷笑了 還怎麼幫人 我告訴你故事 不是要你幫我分析性格 我是希望你不會太怪責自己 這件事已經發生了 如果有人要怪你的話, 你也要面對 但問題是, 有很多事等著你面對 有很多事等著你去做 謝謝 我跟Alex的事你這麼多年來 都是第一次跟外人說的 你不是外人, 我當你是好朋友 好朋友?我的朋友都怕我了 你別說這種話了 人和人相處, 有沒有把心拿出來 我明知道的 不過有很多因素是不能把心拿出來的 有些感情方不明 總之為何今天跟你說這種話 你聽了我說這麼久 我也應該做回你的聽眾 不好意思, 銀行有問題 所以賣數遲了, 不要緊 阿彪, 我現在宣佈, 我決定退出力天 你真的決定了? 阿彪, 你真的要有邝鵝最後做嗎? 他們請了我 我覺得這個好機會是新的嘗試 看來你們早就知道了 亦告完畢, 我說什麼都沒用 我想得很清楚 我知道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那倒不如你用自己的專才 做一些適合自己的意義 你這麼說是對的 但力天是生為一體的 沒了你哪有意思呢? 有你, 有阿添, 有榮恩 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歡我和霍警良合作 但我沒用力聽的名義, 你還想怎麼樣? 不是這個問題, 很多事情你知道 我不想再為了公事傷大家的感情 阿彪, 我已經認識了這麼多一年 你還以為我會怎麼來考慮你嗎? 好, 你想走我也退股就好 大家不信任的合作也沒意思 你喜歡怎麼說也好 希望大家還是朋友 你沒話說了吧? 看來 Wag Min 我去世了 周詠儷 我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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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天分暗地是变迁 记不清 多小的冷面或血面 创造这原天 对现荣远 来附这世代留念 宇宙怀念 信心不断 信念长寿